聖经用了三个不同的方法 很清楚和准确地预言到耶稣来的时间 第一个方法就是在《但以利书》第二章 那里讲到耶稣基督来的时间就是在第四个帝国 《但以利》就是在巴比伦的时候 这个就是第一个国 第二个国就是马代波斯 第三个帝国就是希列 第四个帝国就是罗马 就讲到在罗马的时候 神就要立一个天国地上 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他就成立这个天国 所以第一个预言就讲到 第四个帝国就是罗马帝国的时候 第二个预言是在《但以利书》第九章 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那里讲到 由出命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耶稣基督出现的时间 是有六十九个七 成出来就是四百八十三年的 圣经很清楚讲到 耶路撒冷将会重建 因为在《但以利》的时候 耶路撒冷已经被人毁灭了 但是他预言到将来出命令 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 开始计计 直到耶稣出现的时间 是有四百八十三年的 这个预言也是非常准确地应验的 第三个预言是我们早点都讲过的 就是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被人杀死 所以在《但以利书》第九章二十六节 那里讲到 然后就会有一黄的文来毁灭 这个圣和圣所就是耶路撒冷 会被毁灭 就是说耶稣来的时间 就是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前 他来的 所以圣经用三个方法预言 他的时间 第一个就是 第四个帝国 罗马帝国 第二就是说 是由出命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耶稣基督出现 是有六十九个七 即是四百八十三年的 第三就是 他来之后 耶路撒冷就会被人毁灭 所以圣经 是很清楚将他来的时间限制了 那如果耶路撒冷毁 是比他早来 或者迟了他很多来 那圣经的预言都不能够应验 而这件事是没得控制的 在《但以利利》的时候 根本没办法知道将来发生的事 就让我们知道 这个真的是神的说话来的